上回說到整班建制派開會時 狂玩WhatsApp 之後沒有收課 對於在表決過程中的失誤 我們深感遺憾 一句遺憾聽起來簡單 但原來建制在WhatsApp到極變了一輪 為推卸責任揭開罪魔 主席曾玉成當然有份 下面反應很大 我們要認真面對 事前開會討釋錯條LINE 我希望各位鄭重道歉 否則不能夠了結 誰知最激動的 是拉低閒依依跟大隊走去的王國興 我跟你說 出了這樣的意外 最多都是表示遺憾 不要用道歉的字眼 下面各界都要盡快公開向支持者道歉 不是的話沒有辦法交代 我再強調一次 不需要用道歉兩個字 我再次強調可以用極其遺憾 再三講是用極其遺憾 已經好夠了 不要一錯再錯 WOW! Sorry都不讓說 慶哥好有霸氣啊 怎樣跟粉絲交代都未談完 律師出身的廖長江 就已經嘗試咬紋雀 幫大家脫身了 即是不是說要推翻表決 但這是一個特別的表決 如果在全部議員都不夠三分二的情況之下 又是否符合規定呢 有主席在這裡 一定能回答你 當時是已經夠法定人數進行表決 不過整班建制最有承擔的竟然是留在議會裡面的陳建波 失去了第一個沙嵘 各位兄弟姊妹對不起 因為溝通不足不太清楚離開的原因 我行得比較慢 聽到主席要投票 就投了票了 波哥 不關你事的 不要自責 多謝梁姐 這些真是患難見真情 波哥和娟妹可以這麼互相體諒 田氏兄弟應該跟他們學習一下吧 ONTV東網電視新聞台報導